夏天又到了台风的季节了 每碰到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很担心 这个物价又要上涨了 蔬菜该怎么买 老师平常会做一些 怎么样的房台准备吗 其实到这个台风的时候 常常是菜比肉贵很多 那我通常是这样 就是在台风快要来的时候 开始有台风警报的时候 那我就开始有一些的准备 像这个萝卜 还是这些根筋类的东西 它比较不会上涨 但是我还是会买一些萝卜小黄瓜 那我会怎么做呢 通常我们这个做一些简易的泡菜 那它就可以放很久 那尤其我们等于台风来的时候 会缺水缺电 那所以我就会先把菜洗好 然后做一些简易的泡菜 但是呢 我也会买一些蔬菜 但是我不会去买这个抢收 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常常是 有时候台风今天下午就要来了 那你早上去到菜市场 这菜都抢光了 但是一般来讲 抢收的蔬菜 我们要担心的 就是农药的残留会比较高 那我通常是在这个 台风警报开始的时候 我就会去买一些深绿色的蔬菜 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纸巾包起来 然后呢放在这个冷藏室里面 但是保持直立式的方式 这样可以放久一点 那有一些呢买回来 你又觉得说到时候可能这个有停水停电不好弄的话 我会把青菜烫一下 就是我们烧一锅水 然后呢里面放一点盐 放一点油 然后把这些青菜汆烫之后 然后稍微把它水分挤干 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 然后就放在冷藏或冷冻 那我煮面的时候就丢一坨进去 那这样子呢就不会缺绿色的蔬菜 是 对 不然其实一方面也是价格会变贵 二方面又担心 它是不是不太安全 可能又吃了又有问题 但是这个蔬菜的种类会不会有不同 还是说所有的这种绿色的蔬菜都适合 老师刚刚说的方法 其实大概一般来讲像韭菜 菠菜 这种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那像有一些像小白菜 那烫起来就不太好看 那有一些像青钢菜 我就会把它切得碎碎的 那这样子也适合冷冻 那没有问题 尤其青钢菜的梗跟叶分开的话 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这些搭配 所以这个解决绿色蔬菜 剩下的我大概就是在台风的时候 还会准备一些芽菜 像豆芽或者绿豆芽黄豆芽 我都觉得还蛮好吃的 那当然这些菇类也是可以取代的 那再来呢 我们也常常会用到一些冷冻蔬菜 像我就会特别准备一些毛豆 玉米还有花椰菜 其实根据很多的研究 这些冷冻的蔬菜营养也是不打折的 那其实这些叶菜类的这些复根的时间其实蛮短的 那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就是拖过两三个礼拜 那菜也就在上市了 所以会减少很多的这些风险 或者是一些荷包的损失 有些人说在台风过程的时候 其实去有机店购买可能是会是一些不错的选择 一方面有机店的价格可能都差不多 那方面有机店因为它是有机也不太会有那个农药的问题 老师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因为这是根据卫福部他们过去的一些调查 就是有机的这些 其实有时候还是要担心到有林田农药的这些风险 那所以其实是你买有机的 我还是建议要确实的清洗 那除了菜之外 其实在鱼肉的部分 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挑选 其实鱼肉的上扬价钱比较不会那么高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鱼肉你不要买太多 但是你就是回来之后真的要确实的把它做好 这个分类 然后一份一份的 然后冷冻 那尤其在台风的时候 万一停水停电的时候 那你这个冰箱门只要一停电 冰箱门就不要再开了 为什么你开开关关很容易让电 这个冷气的那个就是很容易在流失掉 所以台风来的时候 你除非想好了 你这次就全部把它拿出来 还有解冻过的食物 真的要赶快吃它 同时真的真的要确实的煮熟 那像这个很多人过了之后 这个解冻又舍不得丢 那又没有赶快的处理又回动 那反而就变得不新鲜了 那记得把它确实的煮熟 然后呢尽快的吃完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台风期间除了饼干 罐头以及泡面等 我们必须会准备的东西之外 其实绿色蔬菜 还有冷冻蔬菜 还有像这种根筋类的 都是很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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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